他們是清爽的拉麵 是你整個會把湯整個熟都喝完 就覺得哇好舒服喔 咬下去是有口感而且有香氣的 好喜歡喔 好好吃喔 他們家的餐點啊 全部都是無蛋無奶無五星的 所以大家過來這邊吃 就完全不用擔心 哈囉 歡迎來的餐店 我是蕭比 我是蕭葉 今天要帶你們來吃 台中一家我自己覺得是 數一數二好吃的拉麵店 這家就叫做旭麥蔬食拉麵 那他這邊是在西區 離火車站其實不遠 比較舒服的方式 大家可以租借U-Bike 直接騎過來這邊吃拉麵 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就開動喔 開動 那我們今天點了很多樣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先吃柚子白湯拉麵 哇 它是白湯 真的看起來就很像豚骨 我覺得我們先喝一口白湯 然後再混柚子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是 他們不是那種濃拉麵 他們是清爽的拉麵 是你怎麼會把湯全部都喝完 就覺得哇好舒服喔 的那種湯 所謂的濃跟清爽 差別在哪裡 是在它的那個高度 濃重度 它是清爽的 但是它味道是濃郁的 有些外面只會加豆乳 有些只會加燕麥奶 他們是豆乳跟燕麥奶一起去跑出來的 在一起蠻不錯的 你不會覺得好像都是豆乳味 或是好像都是燕麥奶的味道 然後他們的麵條是大麥麵條 一般我們吃的麵條是小麥做的 然後他們主要成分 它還是有加一些小麥啦 但主要成分會是大麥 大麥的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是比較豐富的 它的生長指數也是相對來的低 現在很多人會想說要吃無膚質 它還是有膚質 畢竟它是麥 但是它的膳食纖維就是更豐富 其實我自己是有在吃 我是覺得還不錯 他們家的大麥人真的很好吃 我們自己平常煮飯也都會拿來煮 現在這個金針菇為什麼我們很喜歡 因為它上面是酥脆的 下面是已經泡了湯有沒有 吸的那個汁滿滿的 好喜歡泡爛的地方 好鮮喔 他們家有單麥炸金針菇 大概也可以點粉 本身吃起來就像蝦餅 它味道很蝦耶 很蝦耶 很像蝦子的味道 好像在罵人喔 吃它的麵條 因為拍攝嘛 大家都知道 泡在這湯裡面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它沒有爛 咬下去是有口感 而且有香氣的 哇 好吃 柚子胡椒的那個味道把它拌進去之後 層次感又更多一層上來 多了一個柚子的清香 再來就是來一定都有吃的地獄拉麵 它一樣就是它的基底 再加上它的那個地獄辣的辣油 這裡面還有專門放這個油洋豆皮 特別有自烤過耶 如果你覺得這個 它的地獄拉麵的辣度啊 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另外請它幫你加 先喝湯 有麻有香 對我們來講完全不辣 對 但就是有辣椒的花椒香 這個麵條好好吃喔 因為它已經吸飽滿它那個湯汁了 花椒的香氣會更釋放出來 喜歡花椒的人會很喜歡這個 好喜歡喔 好好吃喔 兩碗拉麵就已經很值得推薦給大家了 除此之外它們還有做麵點 還有它們很厲害的打泡飯 它們比較特別就是它裡面還會加了那個 大麥人一起在煮 它們現在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選擇大麥人搭配泡米飯 也可以選擇大麥人搭配白米飯 它這個醬汁的味道 已經完全在收回去到它的那個素肉燥裡面 這個飯上面其實你在咬的時候 它底下是沒有很多醬汁 沒有很多醬色的 但一起配著吃的時候 很夠味 不管你是不是煮飲食的朋友 都能夠接受 我覺得它打泡素肉燥 除了收汁以外 還有炒的那個香氣在 還有它一定的鍋氣在裡面 它還有切一些杏鮑菇在裡面 所以它的口感是不同的 下一個我們就來吃它的金醬捲餅 它裡面是爆芽菜 小黃瓜 紅蘿蔔 然後還有它們的高麗菜 生菜 生菜 請他們看一下金醬肉絲那一集 把金醬肉絲再包進去 這更完美了 如果搭配一點肉絲 因為它現在裡面都是蔬菜 我覺得很棒 就是很清爽的口感 但我們那集金醬肉絲 它會再多一個肉 類似肉的那種嚼勁的口感 它除了那個醬以外 它的蔬菜就是有用水燙過這樣而已 然後包進去 餅皮本身會比較負擔比較重 在吃的時候 但它多了這些水分很高的蔬菜 咬下去之後我會覺得清爽很多 優秀 優秀 它們家的餐點 全部都是無蛋無奶無五五星的 所以大家過來這邊吃就完全不用擔心 再來是這個 它們家的柚子椒鹽炸杏鮑菇 沒有醃過 但為什麼沒有多腥味 這個杏鮑菇裡面非常的新鮮 真的非常的新鮮 它現在皮已經不脆了 裡面水分太多了 放到它皮不脆 但是杏鮑菇好好吃喔 然後再加上它的柚子椒鹽 整體的味道是蠻夠的 真的沒有菇腥味 對啊 切得很大塊 你就是知道為什麼它敢切這麼大塊 再來我們吃它的小菜 椒麻洋拌豆腐 那它的椒麻的香氣 就是 它的椒麻香氣就是地獄拉麵的椒麻味道 清涼清涼清涼爽爽的 如果你喜歡吃麻辣風味的話 真的蠻值得點點看 這是四神喉菇湯 老闆娘叫我愛喝四神 又有酒的味道了 當歸 當歸 用一點當歸你會有那種酒的錯覺 我覺得是一種連結吧 就是當歸酒啊 好喝 這真的好喝 再來我們要吃的是這個 宮保猴頭菇 那這是他們家的新菜 那他們本來是做套餐的 但因為我們今天點很多 它就特別讓我們可以這樣單點它 平常是做套餐 它裡面就會有飯 然後就一個這個主餐 然後湯 然後小菜 豆腐跟飲品 全素的耶 淡素的猴頭菇會比較滑嫩 應該是嗎 淡素的猴頭菇比較像雞腿肉 全素的猴頭菇比較像雞胸肉 雞胸肉 這樣講 我覺得會比較炒光很厲害 它這種醬汁類的也會炒出香氣來不容易 我真的要開熱炒店 但他們家拉麵 我也捨不得放 拉麵好吃 我真的來教訓 因為它下面的醬汁很多 那裡面除了猴頭菇以外 有杏鮑菇跟那個白雞凝菇 所以我覺得用料也是蠻紮實的 他們這家店除了有好吃的食物以外 還有飲品 有一家咖啡餅跟一家拉麵店 他們是併在同一個場域裡面 就是主餐也有了 飲品也有了 甜點也有了 那我們先吃一下主餐 等一下帶你們繼續看它的飲品跟甜點 接下來我們就來嘗嘗看他們家的飲品 這個是鬆汁 它是午夜鬆的嫩芽 所壓榨出來的汁 這樣一杯特殊飲品才賣100塊錢 我是覺得還不錯 蠻特別 蠻特別的啦 再來是這個乾花 他說這個在日本很紅 今天的陳列也很日式 有點像米釀的味道 對啊 他說是用米做的 我覺得像 你知道就是白米漿 稀飯煮到很夠 很多的稀飯去熬出來的一個甜甜的味道 它那個甜味應該是 我覺得比較像自然的甜味 甜酒釀那種 但它不是酒啦 它就是有加那個米發酵出來的東西 因為米本身它的葡萄糖是非常的豐富的 我覺得它的飲品啊都是你喝下去會舒服耶 養顏美容 然後剛剛那是什麼 剛剛的松枝有 有出含很多維他命 消除疲勞 今天的最後一個品項 萊姆乳酪蛋糕 你看 Ruby已經炸了 Ruby本身比較怕椰子 所以它比較沒辦法接受 它下面這個黑色的 我覺得是用椰蓉再加一些巧克力做出來的 如果你今天喜歡吃椰子 椰奶的人的話 可以吃吃看 高體的質地是好的 而且它上面的那個真的打得很細 它真的打得很細 剛上來就還在冰的狀態下 會更好吃 因為它現在有點溶掉了 放太久了 它會有點讓它有點在冰淇淋的狀態吃 應該會更好吃 那就是看啦 因為有些人像如果跟Ruby一樣不敢吃椰子的話 就不要點到這一道 跟他們聊天的過程裡面 我可以聽到他們對於食材的用心 跟講究 他說他們這樣查 都是在日月潭自己那邊查原種的 我們要更了解 怎麼吃的讓自己更舒服 更健康 就是一樣 我們之前說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個舒適者 對於吃你都要有一個 對自己身體負責的這件事情 態度啦 有意識的在吃 跟了解這件事情 我們都要更健康 這樣才可以繼續做 我們想做的事情 想要體驗的人生 總之呢 就是推薦給大家 旭麥酥食拉麵 掰掰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跟IG 他不講話 給你們看躲在後面吃的小幫手 嘿嘿嘿嘿 他今天穿得很漂亮 所以我要戴他一下 嘿嘿嘿嘿 然後他們老闆超有心的 竟然還畫了我們的卡片 還有小幫手的卡片 後面還有滿滿的字 對啊 好棒喔 超開心的 再來是這個 花乾 乾花 花乾是那個滷的東西 你最喜歡吃的那個 還有一張播放 我們제대로 聽到 又不是 最喜歡吃的 我還是很開心 可以 就很可愛 想要做 你就會 那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